台湾每年都有因为变电箱爆炸引发火警的案件 而且很多的变电箱设备都存在挤占人行道的空间 造成了安全的隐患 对此也有学者呼吁在城市规划的时候 应该事先预留公共设施带 让变电箱地下化 这样既能改善都市的景观 也能大幅的降低风险 在台湾随着公共设施的不断增设 变电箱在人行道上随处可见 这些变电箱使得原本老旧宅小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 民众不得已只能从人行道绕道机动车道通行 许多民众表示这十分的危险 像这个人行道影响人行道静宽不足的部分 未来会把变电箱迁移到我们的分隔岛这边 让整个人行道的空间能够更加的完整 对此新北市从2020年起 对存在变电箱站道且行人 通过路宽不足九十公分的人行道 进行变电箱迁移的工作 截至目前已改善完成632件 预计2026年底可完成1000件 那原先变电箱是在这个位置 那静宽不足九十 那为了能够让民众能够更加的安全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把变电箱移到我们的分隔岛上 能够让人行空间达到一米二以上 另外台北市也将从今年开始 针对变电箱进行人行道静宽不足路段做改善 有台北市议员就表示台北市内有近1万座的停滞式变电箱 与干上变电箱 而台北市每年约有40件变电箱爆炸引发火警的案件 变电箱俨然成为威胁市民居住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我在这边具体建议我们的台北市政府还有台电 第一应该全面体检检修这类高危险的变电箱 至少在下地之前必须要确保它的安全性 民宅的距离还有所在的位置的人口密集度 甚至这个地震带分布的状况 要去拟定一个优先的改善计划顺序 对此有学者呼吁 在市政规划时应事先预留设公共设施带 将变电箱地下化不仅可以改善都市景观 也能大幅降低安全隐患